有朋来访福利乐乎 今天的客人是谁呢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Ann 欢迎收看谁来做客 为什么我们需要了解伦理呢 圣经中的伦理又是什么 伦理与行为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今天我们节目很荣幸为您邀请到 台湾嘉义基督教医院的院长特助 郭英调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记得按下小铃铛键订阅 就可以及时收到最新的节目哦 今天我们很开心 也非常的荣幸邀请到郭医师来 我们节目当中做客 欢迎郭医师 各位观众大家好 很高兴能够跟大家来一起 来分享伦理这个议题 我本身是一个医师 在台湾的台北农民总医院 工作了接近30年以后 上帝呼召我要做生病之前 跟生病之后的事情 医师是照顾病人嘛 但是我要做生病之前 跟生病之后 生病之前呢就是促进健康 生病之后呢就是面对死亡 因此上帝为了装备我能够处理 生病之后的事情 让我有机会到美国 芝加哥的三一国际大学 读生命伦理的硕士 我现在有足够的知识 来回答关于生命伦理有关的问题 哇生命伦理是一个非常深奥的一个部分 非常的不简单 然后平常其实也比较少谈到 不过一般认为中华文化是很注重伦理的 但是伦理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伦理是什么 伦理就是对行为的反思 或对行为的批判 所以我们从小就教生活与伦理 就是说你的生活就会有很多的行为 这些行为哪些是对的行为 哪些是不对的行为 这个就是伦理 所以伦理呢就是人的行为原则 人跟人相处的规范 所谓的伦理学呢 就是对人类的生活行为进行系统性思考 跟研究的学科 我想我们都有带过小孩 一天到晚跟小孩说 这个可以这个不可以 对不对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伦理 这也是伦理吗 当然就是刚提到 伦理就是对行为 到底这样做对不对的一个反思 所以大家都知道伦理 但是好像都讲不清楚 所以我用一个方法来让大家了解 就是说伦理是什么 伦理就是想一想这样做对吗 一件事情你问说这样做对不对 你说这样做对不对 那我就告诉你对还是不对 等一下等一下 这样做对吗的时候 当我问这句问题的时候 其实后面有三个不同的问题在里面 第一个就是说你说这样做对吗 你对不对的标准是什么 对不对的标准是什么 举例来说 我想用例子大家比较能够了解 遗产该怎么分 遗产该怎么分 这个问题好难 不会 遗产有好多不同的分法 所以遗产该怎么分 这样做对不对 第一个就是说你说要分遗产 你根据什么标准 你说根据公平 OK好那 公平OK那就是你的标准是公平 第二 或者说我是根据我高兴 我没有错高兴是你的标准 因为遗产是你的对不对 你可以决定你要怎么分 那就说你的标准是高兴 遗产是你的 但是你分遗产的标准是公平 很好那就是公平 但是再问一下 什么叫公平 对啊 对谁来说是公平呢 是怎么样叫做公平 在伦理学里面发现公平 有六种情况都叫公平 所以伦理其实为什么那么深 就是说当我问说怎么分离遗产 OK每个人不同的意见很好 但是我问说你的标准是什么 有人说我高兴 或者说公平 公平到底是什么 怎样才叫公平 那就一直挖下去 所以后面大家就越来越听不懂的 这就变成哲学领域的问题了 所以伦理讲行为的反思 问说这样做对不对 第一个标准是什么 有人说根据良心 OK那良心是什么 良心怎么来的 当然后面就有一些讨论 第二个 我们说分遗产公不公 分遗产怎么分 第一个标准是什么 第二个是由谁的角度 什么意思 如果大家都同意 你分遗产的标准是用公平 那公平怎么样叫公平 刚简单讲过 公平有六种不同的方式 比如如果有三个小孩的话 请问怎么跟叫公平 一个人三分之一叫公平吗 不一定 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的 赚的钱的能力不一样 赚钱的能力不一样 因此从小孩的角度 可能说三个人 一个人三分之一是公平 但是从父母的角度来讲 可能觉得这样不公平 为什么 因为你们有两个人都很会赚钱 另外一个是公务人员不会赚钱 因此我要把多一点给小孩 那个不要赚钱的 我觉得这样分析才是公平 对不对 所以当考论伦理这样做对吗 第二个标准是从谁的角度 从小孩的角度认为公平 还是从父母的角度认为公平 对不对 所以不同人看的角度 即使是标准一样 但是不同的角度 看出来就不一样的情况 第三个是在什么样的情境 也就是说同样是分离产 同样是三个人 同样是以公平为原则 同样是从小孩的角度 但是问题是 那个遗产有多少 你遗产有一亿 跟遗产有十亿 绝对不一样 跟遗产有三百万 做法绝对不一样 所以很多人说 这样就比照办理 对不起 那缺 你就缺 没有考虑一个东西 叫做情境 所以我们叫做情境伦理 不一样的情境 你的伦理的应用 也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 你的行为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当我去读 那个三一 读生命伦理的时候 读得很痛苦 为什么 要用英文 然后读这些哲学的东西 是很痛苦 但是越读发现越有意思 就像分遗产这件事情 我想用这样大家要知道 为什么伦理很重要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要做很多事情 但是做了以后呢 事后想一想 早知道就不要这样分 要怎样这样分会比较好 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在做一件事情之前 特别是很重大的事情的时候 想的比较完整一点 这个就是伦理 OK 所以呢 其实我们伦理呢 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价值观 以及他的行为原则 你说我的行为原则 我就是讲究公义 说对不起 你嘴巴里讲究我是公义 但是不见得是这个样子 行为行出来不见得是这样 对 所以我读了伦理以后 发现呢在观察不同的人的时候 就会说看到 其实他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 我们说伦理是反映一个人的价值观 所以每个人有各种不同的价值观 所以从他的行为当中 我们做一些伦理分析 大概可以知道 他的价值观是什么 跟他嘴巴讲的 不见得完全符合 所以回应你刚刚提到了 中国人很讲究伦理 没有错 我们中国人我们号称是理议之邦 对不对 因此所以我们对于 人该怎么样的行为 人跟人互动的时候该怎么互动 我们大概都有一套的传统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讲说 我们中国人很讲究伦理 最有名的就是所谓的 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 我们称为五伦 就是五种人际关系的标准 君臣 君臣之间该怎么互动 父子该怎么互动 兄弟该怎么互动 夫妇该怎么互动 朋友该怎么互动 所以这个就是五种人际关系的行为原则 我们称为五伦 五种伦理原则 我们答案是什么 不好意思 我觉得就是什么 君君臣臣父父之子 我想伦理里面讲 所以到底该怎么样 到底该怎么样 互动才比较好 结果伦理里面告诉我们 君君臣臣父父之子 就是说 当国王要有国王的样子 当臣子要有臣子的样子 当父亲要有父亲的样子 当儿子要有儿子的样子 那个样子是什么样子 在伦理里面就没有讲 就说你就自己看 什么样 所以其实我们 是很讲究伦理没有错 讲究伦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 考虑到 人的时候 人跟动物有不一样的地方吗 人跟动物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有 有吗 那个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就称为伦理 所以这里提到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 因为人有伦理 动物就是 他照着他的兽性或本性来行为 看到 想吃的肚子饿了就吃 但是人呢 不会肚子饿了就吃 我们会看 那个场合合不合适 所以人跟动物不一样 所以会发现我们现在医学 非常讲究 伦理 为什么医学未来 会要讲究伦理 感觉好像很不相关的两个学科 为什么 因为医学的发展 我们拼命研究怎么照顾病人 但是拼命研究的结果 我们变成只有照顾病 没有照顾人 所以我常常举个例子是说 你想想看 我想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养宠物 当宠物生病的时候 我们送他到兽医去看 对不对 你有沒有发现 现在兽医也有电脑断层 也有X光 也有各式各样的检验 也可以眼神 会不会过敏 眼神会不会过敏 感觉现在的宠物跟人生病 都是一样的 没有差别待遇 所以人跟动物到底差在哪里 所以医学 有很多的医学人文讲究 医学讲究医学伦理 就是发现整个医学的发展 已经把人跟动物 当作一样来处理 似乎不对 对不对 人不应该跟动物一样 那不一样在哪里 我们来好好讨论一下 这个就是医学伦理迷人的地方 我们来讨论一下 你处理一只动物 受伤的动物 跟处理一个受伤的人 有什么不一样吗 似乎好像都一样 对 所以你要想一想 他既然是人不是动物的话 你都同样对待吗 所以 我自己因为是医师的关系 所以处理 对伦理学的话 我的偏重的重点是放在生命伦理 就是说一些跟生死有关的 影响到生命的一些行为 来反思说这样做 对不对 比如刚刚我们在前面在聊天的 安乐死 对不对 然后我有说 到底那个 到底要怎样叫进孝道 对不对 对父母的关心 要关系到什么程度 像我刚提到说 我处理生病之前的部分 是促进健康 促进健康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父母不要太孝顺 小孩不要太孝顺 是吗 对 因为很多事情 父母年纪大了 他能够自己做 要这样他自己做 你全部帮他做得好好的 他什么都不用动 他的肌肉就萎缩 其实不见得是好事 就像我们对孩子 他都做好也不好 对对对对 所以像我怨母年纪大的时候 我们每天逼他要去爬楼梯 80几岁的老人家 每天逼他去爬楼梯 他也很不高兴 但是我们知道这样对他是好的 所以太孝顺的子女 常常造成父母 不是那么好 所以到底怎样是孝顺 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 以后或许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可以专题再来分享这个部分 对 刚刚提到 伦理可以反映出你的价值观 对不对 因此你的价值观是什么 你看中什么东西 价值观就是你看中什么东西 我想很多人都会说 看中钱 很好 很好 看中钱 或者应该讲精确一点 在伦理学学里面叫做效益主义 结果最好的 赚最多钱的就是我要的 所以当我们买股票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选能够赚多的 对不对 赚的少了我们就不要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行为原则 就是顺为所谓的效益主义 你根据效果怎么样 但你说你不能像 就是说唯利是土 你有你的原则才对 刚刚提到 不是说哪里有东西吃就去 对不对 我有我的原则啊 所以那就称为义务主义 义务 就是说你既然是人就应该要怎样 你既然是当小孩就应该要孝顺顾 应该怎样应该怎样 这个叫做义务主义 另外一个跟义务主义 不太一样 很接近的 就是我想做怎样一个人 我想做怎样一个人 我希望人家称我为孝子 因此我孝顺顾 对不对 你为什么孝顺父母 OK可能是我当人家为人子女就应该要孝顺 这是一件事情 另外一个很接近是 因为我希望在人面前看到我是一个有美德的 所以这个叫做美德主义 是 你说哎呀你想太多了吧 人生苦短啊快乐最重要 OK很好 那个就是我享乐主义 所以一般所谓的传统伦理就是说或者说规范伦理就是讲说你的价值观 大概有这种所谓的 衣物主义 效益主义 美德主义 或者是享乐主义 这样的不同的规范 因此呢对于传理的思辨就是说我是什么样价值观 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你那个什么东西去买鸡肉的时候 对不对 你买比较大块的 对不对 同样价钱你会买比较大块的 对不对 我就是效益主义 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要同样的钱要效益最大 对 超级 对对对 但是你买了不是买最大块的 你是买什么 最漂亮的 OK 因为什么看起来赏心悦目 所以我是不是以肉块的大小 我是以到底我高不高兴 所以是享乐主义 OK 所以到底哪一个主义好哪一个主义不好 OK 因为刚刚提到伦理是行为的反思 所以这个是 就是说做学问的人他分析很多不同的 行为模式以后归纳出来的几种方法 所以到底 所以可以说没有好不好 就是不同的原则 所以你的原则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刚刚提到说我们当然讨论了 平常人买东西这个事情比较小没有关系 但是关系生死的问题 那就很严重了 对吧 比如说如果一个老人家在病床上 他没有办法表达他的意见的时候 我们就问说 请问他平常是以快乐为优先 还是以能够效益主义 能够赚得到最多的钱为优先 他平常的价值观是怎么样 他这样的价值观 他们小孩接不接受 愿不愿意尊重他的价值观 而若是尊重他的价值观 也愿意说他现在是没有办法表达 如果他能表达的话 他对他现在处在这个处境上 比如说使用呼吸器 在那里不能讲话 他会希望怎么样 我们能不能照着他的希望来做 所以这个就是说 简单解释一下就是说 基本上我们要先去了解一个人的价值观 是什么东西 当然价值观不是一层五变的 有时候会因为刚提到 不同的情境不同的状况的话 有时候价值观会换来换去的 但是大部分的话 价值观大概 主要的价值观是什么 或者说当我们要去做 生命伦理相关的决定的时候 用哪一个价值观比较合适 所以常常需要就是家族 大家一起来讨论 怎样是对这个 最符合这一位当事人他的期望 是是 不过高士龟师我也蛮好奇 我想请教你 你刚刚说 因为伦理其实跟价值观是很有很直接的关系 那我知道你也是基督徒 不知道在圣经中的伦理又是怎么样 很好 圣经当中一样是描述了很多故事 对不对 很多行为对不对 因此呢我们把刚刚的各种不同的价值观 像义务主义 效益主义 享乐主义 还是美德主义 拿到圣经里面去观察的话 发现圣经里面都有 举例说十件 初安吉记二十章讲的十件 就是讲说你要12345678910 对不对 那就义务主义 你既然是神的选民 你就要做这些事情 OK 这个是所谓的义务主义 也有效益主义 比如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 一人替死免得通国灭亡 一人替死免得通国 这就是效益主义 只一个人比一个国家也要 对不对 也有享乐主义 比如虾子巴迪买说我要能够看见 对不对 耶稣就满足他的 对不对 所以也有享乐主义 那就是享乐主义 我高兴的东西 对不对 我高兴的东西 这就是享乐主义 对不对 另外也有美德主义 比如说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对不对 在菲律比书那里讲到 对不对 那就是我有基督的心 你看我说有基督心 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是不是很棒啊 对不对 这就是美德主义 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叫做类比推理 就是说 像出埃及一样 我们也要离弃罪 这个叫类比 所以有些人的行为原则 他自己没有行为原则 他不知道该怎么做 因此他看别人怎么做 用类比推理 原来圣经里面跟刚刚你提到的这些主意 都是有连结 圣经果然是全备的 之前从来都没有这样子想过 对我也是很惊讶说 因为我觉得伦理学是人自己想讨论的 但是发现这样分析的话 把圣经里面的东西拿来分析的话 其实就这样原则就可以应用到 我们平常的一些情况下 郭卫师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多分享一点 那这样圣经中的伦理应该要怎么来应用 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行为上呢 OK 我想在进入那个说明之前 我想先解释一下伦理跟法律的关系 我先解释一下伦理跟法律的关系 行为的准则 也就是说一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做这样的行为 答案是道德伦理跟法律 我把它分做三个层次 是道德伦理跟法律 道德是什么 道德跟伦理因为翻译的关系 有时候这两个名词是互用的 互通的 但是我把 个人的部分 我自己要求的部分叫做道德 比如说我们约好 我就提早 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先到现场 谁要求的没有要求我自己要求 所以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道德观 就是说他自己要求的部分我称为道德 但是刚跟批判互动的时候 不同的群体在一起就有不同的群体的行为模式 比如说喝喜酒 我们就习惯迟到 因为我们就习惯准时开始 我们就习惯准时 为什么 因为那种快乐场合时间不重要 快乐最重要 因此我们就会习惯迟到 当然 每每或许好一点 台湾现在也比以前好很多了 稍微比较准时一点 但是一群人在一起有一群人一样的行为模式 我们就称为什么什么伦理 因此我们希望医师怎么样的行为模式 我们就称为医师伦理 希望行政人员怎么样的行为模式 我们就叫行政伦理 希望媒体人怎么样的行为 我们就叫媒体伦理 所以群体的部分我把它称为伦理 个人的部分称为道德 所以自我要求是道德 群体部分是伦理 但是群体部分大家讲好 或者大家习惯这样 有人违反会怎么样 伦理的东西 基本上违反是不会怎么样 违反是不会怎么样 但是像您的工作 如果大家都不准时 如果有人不准时 会造成其他人很大的不方便 因此这个时候 法令就进来了 国家是法律单位是命令 单位就叫命令 国家叫法律 譬如说 大家要守时 没有准时的人 11分钟罚1块钱 我想在很多的团体当中 大家都会这样讲 对不对 对对对 为什么 因为大家要准时 准时是伦理 但是有人不 不熟手怎么样 我们就要加上法则 因此这个就成为法令 所以国家 国家是法律单位是命令 所以法律跟伦理差在哪里 第一个法律有法则 伦理没有法则 因此我了解这个以后 我就开始会读法律的 法律大家如果看的时候 先看什么 先看哪个有法则 没有法则的 虽然写在法律里面 委婉怎么样 委婉不会怎么样 虽然法律这样写 但是委婉不会怎么样 那还是这样 所以法律跟伦理的差别 第一个是法律有法则 伦理没有法则 第二个呢 法律是黑白的二分法 合法不合法 但是伦理的不是黑白的 伦理是灰阶的 伦理是灰阶的话 我至少可以把它拉成 典范优良免可或 违法或违反伦理四个等级 也就是说 你想到当怎么样一个人 或者说一件事情的行为反应 对不对 有各种不同的伦理高度 我们或者说道德高度或伦理高度 你可以做得让很多人称赞羡慕 那我们就称为典范 你这样做还可以 不见得没有好到可以当典范 但是尚可接受 另外呢 大多人都做到这样 你却没有做到 那我们就叫做免可 substandard practice 就是还不到标准 刚刚提到大家都准时啊 你就不准时 对不对 所以你的情况是免可 最差的就是刚刚提到 不合伦理或违法的情况 所以你想做哪样一个人呢 你想做哪样的人呢 想做典范 还是优良 还是免可 还是违法 朝着典范努力 可是不见得说得到 读伦理的时候 常常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人都在批评那些 行为没有那么符合伦理的人 比如说我们刚提到嘛 对不对 有人不守时 对不对 我们就说这个不守时 已经没有办法接受了 要罚钱 对不对 但是请问一下 你为什么会守时 他为什么不守时 所以当我们到讨论伦理的时候 我要说请不要那样的指责别人 每个人都想当典范 对吧 有机会的话 每个人都想当典范 但是他为什么会迟到 让大家嫌弃 因为他刚刚忙着 在做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对吧 因此你能不能体会到 没有人想要做违反伦理的事情 如果有机会的话 对 但他为什么会违反伦理 答案他的资源不足 答案他的资源不足 所以我说 伦理很重要 当我们讨论伦理行为的时候 一定要同时讨论 你的资源的问题 也就是说你是可以做不做 还是根本就做不到 刚提到守时的问题 对不对 你要准时啊 但是大塞车啊 对不对 下大雨大塞车 我没有办法 对不对 所以这样你要加以苛责吗 法律就是这样 那不是吗 对不对 我们刚讲好了啊 对不对 11分钟罚1块钱嘛 你吃了10分钟就要罚10块钱嘛 但是我不是自己要慢到啊 不是晚出门啊 是因为刚好碰到下雨大塞车啊 嗯 所以 伦理的讨论 不是光讨论行为本身 还要讨论行为背后的动机 等等以及很多的情境等等东西 所以伦理跟法律很多人说合法 说对不起啊 合法不一定符合伦理 合法不一定符合理 当然大部分的法律是 是刚提到嘛 是那个大家的共识 立法机构经过很多的讨论以后 大家的共识觉得说 我们法律要这样定 然后如果你违反的话 要怎样的处罚 对不对 所以刚刚在聊的时候 那是有些国家合法 我去国家非法 并没有合法化 我说合不合法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你要怎样做 是另外一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会死后且有审判 你是不是不是 我们做的事不是只有合法就好了 我想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 应该是要我们的行为 要合神的心意 所以我觉得基督徒 应该要仔细想一想 到底我这样的行为合不合适 不是为了合不合法 不只是合不合法而已 根本是能不能面对神的审判 因此在伦理的东西 你到底为什么会这样行为 就是说 什么样影响到 你会准时还是不准时 我们有婚桌 内在因素外在因素 内在因素是什么 就是说你自己的想法 我想要当一个典范 对不对 因此呢 我会很早就提到 提早到 刚刚提到 做自我要求 对不对 所以我对自己能力看 我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是内在因素 外在因素呢 就是外面要求的 最重要的是法规的明确性 法规很明显 因此那没有问题 怎样是违法 很清楚所以那点没有问题 但是有时候的法规不是那么明显 或者说这些事情不见得有法规 因此 那就我们就会看 别人怎么做 所以就是影响 行为的外在因素 就是他人的影响 因此可以看到前阵子台湾打疫苗 打那个COVID的疫苗 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就可以看到很多县市长 一些名人的就在电视前面打疫苗给大家看 希望大家看到 你看我们都打 县市长都打了 所以希望大家鼓励大家出来打 就是他人的影响 所以影响的行为 由你内在因素 你对自己的认定 打算是你自己的价值观 另外一个外在因素呢 就是法规的明确性 以他人的影响 刚刚已经稍微提到 我们会看到别人的状态 但是我刚提到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 到底我们怎么面对 死后的问题 在伦理界当中 有人讲说伦理是什么 就是看你为什么做这件事情 行为的反思 因此你不管怎样一个行为 我都会讲出一堆理由出来 没有错 任何一个行为 我们都可以进行他的伦理分析 然后解释为什么这样 但是问题是 有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 因此伦理学里面 有人说没有绝对的标准 那是因为价值观不一样 我们要尊重别人 每个人不同的价值观 我同意要尊重每个人的价值观 但是我们死后要面对审判 神既然要审判我们的话 那一定有一个标准在那边 我们应该怎么做 没有做 所以他说我认为是我们是有罪 那个标准是什么 圣经里面对于我们伦理行为疗求 不是说你做什么都可以 在弥迦书那里 讲得很清楚 世人 耶和华 以此是你何为善 我们说标准不清楚 没有 圣经上讲得很清楚 圣经说 以此是你何为善 所以表示 有一个标准在那边 行为的标准在那边 而且是已经告诉你的 已经告诉你的 或许这个内容呢 不是那么明显 因此需要一点时间来分析讨论 但是以此是你何为善 每个人不一样 因为我们有些人两 有些人是五千两 有些人是两千两 有些人是一千两 所以不要说别人怎样 我就是怎么样 因为我们每个人领受的情况不一样 希伯来书那里说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时 时候且有审判 传道书 所罗美王 传道书的最后一节 我想大家都知道 传道书讲说虚空的虚空 这世界上一切都是虚空 都会过去 传道书的最后一节说 因为人所做的事 连一切隐藏的事 无论是善是恶 神都必审问 传道书的最后一节 十二章十四节说 人所做的事 连一切隐藏的事 无论是三是恶 神都必审问 因此为了面对神的审问 我们必须要仔细分析 了解说我怎样行为 才是讨生喜悦的 不是那么容易了解 但是圣经应许我们说 耶和华一指示你何为善 所以是已经跟我们讲了 所以真的这些伦理啊 我们神已经都在圣经里面 都漠视都让我们知道 我们应该要如何来行 对不对 对 所以就说 有些人说不是很清楚 当然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 这个就称为伦理咨询 伦理咨询 对对对 伦理咨询 就是说有一个情况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有没有人可以来帮助 当然 社会上有很多人会互相问来问去 那是好事 对不对 在医院里面呢 我们就要求要设立所谓的伦理委员会 来提供所谓的伦理咨询 就像刚刚提到的 比如说这个他的平常价值观是怎么样 然后现在呼吸器 在使用呼吸器 家属要求要怎么样 我们医务人可不可以照着做 这样就有很多的 这个我们称为伦理咨询 我们就会分析说 他的情况现在情况是怎么样 然后有他的平常价值观情况是怎么样 现在有哪些因素要考量 然后大家一起来讨论 讨论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提供建议你可能可以怎么处理 这样子 所以当我们行为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 其实我鼓励大家可以去询问一些 周围可以帮助我们的人 所以传道人当然是很做 有时候人家都会询问 所以传道人要有一点伦理方面的训练 所以我想大家都知道 神学院里面就有伦理学这门课是必修 当传道人一定要知道这些伦理的原则 当然我所在三一所学到的 是关于生命有关的 生死有关的 这个就是伦理学里面的一个小块 这是很重要的一块 对 但是是很重要的 因为跟生死有关 所以人家讲说为什么要讲究伦理 我说讲究伦理的答案就是说 以后你不会后悔 不只是面对上帝的审判 而且你不会后悔 那时候就是没有考虑到人了 所以我做这个决定 但是如果当时你已经考虑到了 所有该考虑的东西都考虑到了以后 到时候你做的决定 我们就要为这样的决定负责 决定负责 因此就会面对上帝的审判 因为人的 这里提到嘛 对不对 人所做的任何事情 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 是 不论是善是恶 都要接受审判 哇 今天真的很谢谢郭医师 给我们好多关于伦理 好宝贵的学习 谢谢郭医师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 谢谢 也谢谢观众朋友今天的收看 有朋来访不亦乐乎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有朋来访不亦乐乎